郭城東部長說您這個在內湖交通狗廢火車 說議員做這麼多年不應該把事情推給別人 但是他剛剛還拿出簡訊說這個防疫上面沒有狗廢火車 他說他及時回復你 我想在防疫上面大家全國人民在疫苗不足跟快篩季不夠的時候 對陳時中部長的要求那算不算狗廢火車 所以台北市議會有六十幾位議員 台北市內湖南港區有九位議員 然後民進黨籍的有三到四位議員 內湖的交通不是一張嘴巴來解決的 內湖的交通有他歷史的問題都市計畫的問題 還有現在從六萬人變成十五萬人的問題 如果陳部長這麼有把握的話 我相信他連疫苗都買不好 我不相信他對交通問題有好有好的解決 如果是的話那他是不是放錯位置了 他應該去當交通部長 你會怎麼看就是他拿出簡訊 剛剛這個售簡訊這個行為 那他還說這個攻擊要本於事實 好像說您沒有本於事實 我跟他的簡訊都在我們的手機裡 所以要東西什麼的大部分都是跟網閉剩 那其他的部分如果有的話大部分都是跟部長講 就像那時候芭蕾舞台的事情 我們希望提年中央還是一直拒絕 直到最後驗出來才是 所以過程一定都有溝通的過程 我相信反正走過必留下很久 台北沒有什麼任務 什麼東西是可以折去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 部長在防疫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要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 我們也是一樣 同樣的在台北市 我們也會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 我希望做事情不要用嘴巴用口水來做 如果要做的話請他提出要去 我們說的事情做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